IT之家2月9日消息 今天苹果发布了最新的Mac OS Monterey 12.3 Beta 2系统更新 在上个月发布Mac OS Monterey 12.2之后 一些安装了该软件更新的Mac用户 开始在睡眠模式下经历过度的电池消耗 似乎是由于蓝牙配件经常唤醒设备 这个问题似乎也影响到运行Mac OS 12.3 Beta 1设备 许多受影响的用户发现 他们的Mac在睡眠模式下过夜时 电池续航从100%下降到0% 一些用户试图在终端中找出原因 发现蓝牙配件经常导致从深度空闲中唤醒 导致Mac反复从睡眠中唤醒并耗尽电池的电量 幸运的是 今天发布的Mac OS 12.3 Beta 2测试版 似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Mr.Macintosh在一条推文中说 他的2018款MacBook Pro在Mac OS 12.3第一个测试版上 遇到了这个问题 在第二个测试版上不再受到影响 Mac OS 12.3可能将在今年3月或4月左右公开发布 为所有受影响的用户提供修复 在此期间 用户可以禁用Mac上的蓝牙 或在夜间断开所有蓝牙配件的连接 以防止电池电量消耗